开会 请曾议员丽艳直询时间45分 谢谢主席 市长 三位副市长 以及各位局处的局长 各位同事 各位乡亲 各位记者先生小姐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已经进入12点了 大家辛苦了 我想最近非常的热闹 我们的中央 为了这个核子的一个进口 搞得灰灰扬扬 那我们国民党也在零属当中 希望我们的孩子 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不要吃到核灾的一个食品 那也有很多的议题 同性的一个婚姻立法的问题 也在立法院 灰灰灰扬扬扬的在讨论中 可以说非常的热闹 那我们从去年的一个污水处理会 那增加这个汇用 也是一个民生的一个问题 还有很多很多 我想像这个地价税 在前一阵子还没有缴税之前 我想我们所有的议员 不管男不管绿 大家都非常的关心 因为每个人都有接受到 来自选民的一个成情 有的超过一倍 有的超过几十趴 那我想我们一直请 我们政府能够往中央 可以去帮大家来解决一下 看要少说分起脚 或者是在这个 我们三年去三年去条政的这个时间 可以比较少的 成不成功 但最少他站在百姓这一边的 可是我们的财政局 我们的市政府都没有动作 我们也为了这个问题 真的是不晓得怎么跟我们 地方的百姓去说明 让他们了解 我们也努力够 那所以我想这次的总实行 一定会有很多很多人 很多的议员 针对低价税 针对这个核食品 我想每个议员 应该都会很关心 那我在报纸上也看到 有些议员可能会去提到 低价税都已经在 11月30号已经完成缴税了 但是明年开始 又是还无税的一个问题 那我想我们的财政局局长 一直没有松口 我记得我们在联合咨询的时候 在委员会咨询的时候 我也问过局长 你说财务税可能会增加个5亿 低价税可能会增加我们财政的一个收入 多出30亿 那我想很多议员都也提到过了 我希望我们的局长把它听进去 你不要以为大家都一点点 这个也一点点增加一点点 那个也增加一点点 对也许大企业家 也许对有钱人这个不重要 但是对那些低收的人 你每一毛钱 一块钱 可能都增加他没有饭吃 所以在调涨的时候 我看到百姓的一个成型 他说我不要去缴 我缴了就等于我承认了 我承认我的地价是很高的 我的税 所以要几乎有一倍的一个金额 他本来是缴10万多 结果今年他缴了19万多 他差了八九万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接受 后来我也劝他了 我说你再怎么不缴 只有未来你要缴自纳金 你没有办法不缴 所以我请他在11月30号下午6点以前 快点把它缴完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 政府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 就像未来的防污水 我也希望就是说 局长大家真的 为百姓想一想 因为薪水没有加 还有很多人中年失业 企业倒得倒 景气不好嘛 对不对 那还有房价也一滴往下跌 你说景气好 我来调的话 大家收入多 多缴一点没有关系 所以这一点 请我们的市府 能够注意一下 那核食的问题 刚刚我听到我们的许预言也去提到 这是一个非常堵的一个核灾的食品 那真的是不能吃 那各位你们告诉我 核灾地区的食品进来 有谁敢吃 有谁敢吃 没有嘛 对 那个市长 你是说还没有开放 但是 对 市长 现在是还没有开放 可是我们还没有说要进口之前 我们已经有很多厂商 都已经有进口到我们的 整个台湾地区了 那这一些进来的 大家有谁敢保证说进来的这些食品 他没有毒 未来要进口的才是有毒 我想应该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现在要讲的不是讲 进不进口 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接对禁止 包括市长 我也知道在很多很多的议演的咨询当中 你也很肯定的说我们高雄市 你一定会带领大家不要去 去允许 那个我们的小英 政府啊去进口这个核灾的食品 那我们也很感谢啦 因为有为我们百姓在把关 但是 已经 在之前 已经有进来的 我们到底 要不要去关心 我们要不要 也去做一些检验 让这一些 之前 已经进来的这些食品 到底是不是核灾的食品 就像之前啊 我们的 日系百后跟那个大创百后啊 有许多下架的核灾的食品 就是说 从那五个县过来的一个食品 到底 有没有流漏出去 有没有被 被 其他的 小的 商行 或者是 小的 一些 卖场 给买走了 然后现在也是流漏到 大家的 家里 或者是 在学校附近 小朋友 他也不懂 他只知道 我有钱 我可能到 学校下课的时候 去 附近去买 买一些东西 也可能他也吃到 那我们都不知道 刚刚讲的 这个毒性 有半衰期 需要多久的时间 所以啊 我们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为了我们的 这个 未来的国家的主人 我们必须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希望局长 卫生局的局长 这一点 你能够去做 把关的一个动作 就是说 也去了解 就像我们的 查拉奇 他也有在卖 那个日本的东西 不只是大创百货 不只是日系的百货 他有在卖而已 我们很多的 我们已经都了解的 就像那个 有一些 专门在进日本货的那些商 我们是不是 也去做 访问 或者是做稽查 看怎么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可以去了解 他真的没有在卖这个 核实的一个食品 如果有 我们同样的 跟日系百货一样 跟这个大创百货一样 我们也希望他们是下架 我们现在也要了解 局长 你能不能 就是说 那个 我现在不问你 我可能 我的议题 会讲不完 那个 去了解 然后去做 做稽查 去了解 下架的食品 去哪里的 消费掉了 还是还放在仓库里头 未来 我们的卫生局 不注意的时候 是不是又上柜了 又在卖了 或者是 卖给下游 卖给一些 一般的商店 我想这个 呃 局长 我希望你能够 做到 去做 然后给我一个答案 好不好 好 那下来 我的议题 千春 大林普的千春 我非常的谢谢 呃 市长 在这之前 呃 我不只 呃 在市政里头的一个 咨询 我自己下来 曾经找过 呃 副市长他们 还有有关千春的问题 那很感谢市长 呃 那么的用心啊 那也带着林泉 行政院长 到 大林普 去聆听 我们这一些 呃 伤害的这 这些百姓的声音 呃 因为我们 虹猫港的千春 是一个失败的 例子 所以大家都 呃 人心惶惶 人心惶惶 那 我希望 呃 在这个 议题上 还没有 但我很 希望就是说 能够很肯定 说要千春 还是不千春 为什么 市长我告诉你 我们现在 从千春 过去 就有 在 在这个坊间 啊 就一直在提到 要千春 要千春 你知道 所有 要对大林普地区 跟 紅毛桿地区 要做一些建设的 呃 比较 呃 比较好的 一个服务的 大家都 止步 为什么 他们觉得他们 如果把成本放下去的话 等于是 哦 人家说 钱 都做塞就對了 就是说没有用处啦 就是说 没有用 没有用 所以我那天 在 厚平头 就是说 因为他们 风災了 他们 整个 增里头 整个里头 整个都是 电线 落到整头 里头都去 摸摸摸摸摸摸 那经过 我跟我们的 养工处 这边还有 台电 还有 第四台 还有电信局 做一个沟通 是不是 把不要的那个电信 全部剪掉 所以这几天 他们都在剪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 他们 本来很多地方 那个 电线 都已经下地 但是 因为 这一块 是要牵村的 所以他们 并不愿意做 所以就任由 那些 电纜 不管是 哪个 哪个单位的 他们就放着 在 在半空中 市长 这是很危险的 万一 他 因为有的是 不能用的 有的是真正的 是电线 是不是会造成 那个电线 台风 天 那个掉下来的时候 这些百姓 被去电到 那电到 产生的 受伤 或者是死亡 这个很难讲 很难讲 所以 如果这个千春 没有很快的 去露食说 要跟不要的话 这里啊 真的 这些百姓 真的会很可怜 那 在 还没有千春的 肯定之前 我想 也许十年 二十年 很多人在讲 这是一个假议题 会不会跟 红毛廊千春一样 一 偷 三十年 四十年 那这三十年 四十年 这一些生活在这边的百姓 有多可怜 有多可怜 那可怜 会 会怎么样 所以 我在这里 提出三个重要的一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 就是照顾健康方案 我们希望在还没有千春之前 我们希望每年同样的 跟今年一样 办 健康检查 让大家 今年的健康检查是 四十岁以上 那有一千八百多人参与 那也检查出来了 有一些 小港医院的 整个 百分比 都已经计算出了 结果也算出来了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 第一个 为了大家的健康 因为这些 肯定的 一切 我们可以 再次计算出了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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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总量管制 而不是虚伪的 而不是用数字的游戏的 那除了我们地方40岁以上的大人 做见解以外 我也在这里请我们的卫生局 如果我知道这一次的议算 不是从卫生局这边来 但是是你们主导 我也希望小学生 这些学生 他们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 我们希望他们也接受见解 从小就来了解 小朋友生活在这个空污的地方 到底有没有受到身体的一个损害 所以这一点我会请卫生局长 能够注意 就是去执行 不是说注意 就是去执行 那第二个配置防产方案 那这个就是说 我们如果是要牵村 那我希望我们是采这个先建 然后再搬进去的这个方式 我那天听到一个朋友 记者朋友在谈到 就是说我们大陆在那个青岛的地方 他们也是全部牵村 但是他们虽然是一个社会主义 我们都认为他们没有人性 他们是他们非常的有人性 因为他们把要牵村的这个房子 先盖好了 然后以一瓶对一瓶的来给予这一些青春的这一些人 所以大家高高兴兴的 因为他们可以马上搬过去 马上可以住 马上可以有一个很好的 包括他们原来是一个渔村 他们的一个广场 他们也照计算进去 给予他们的一个优惠 优惠就是说 计算进去给他们房子 有的分到一间 有的分到两间 那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 2011年的时候 北京的通州 他们也已经完成了 先建后拆 安置农民的这个千村 他们用66万平方公尺 地方盖房子 让6000个农民 高高兴兴的一个搬进去住 那在这个 我刚讲的青岛这个地方 他们有5万户 经过5年 5年来千村完成 那在青岛 劳山区的建设 他们就是先建33栋楼 那面积占11万平方公尺 可以安置总户数在2100多户 还有停车位 还有1401个 这个停车位 那占了这500户的 这个绿地比 绿地比例还占了52.6% 等于说还有绿地 还有绿地 而且我刚讲的 他们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 但是他们还是等到百分之百的同意 他们才签 那这个我希望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市长 我们也采取先建后拆的这个一个方式 那过去红毛港的一个千村 我想我们是失败的 那大家都很害怕 就是说拿到了地 他们还要出自己的钱去盖房子 盖下来就是一个负债 现在很多人除了原来就有钱的 或者很多人哀哀叫的 就是说他们千村以后 本来是好好的在红毛港那边生活 可是千村了以后 他们就负债 要用很大的一个努力去赚钱 来付这个贷款的理性 所以很辛苦的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 我们要以一比一的一个方式 我想大家也跟市长跟行政院长提到 就是说希望是以一比一的一个方式 去换取其他的土地 或者是以目前的市价去换算 我们现在不能说 因为现在大林埔和民陀 一坪差不多10万 外面是20万 我们就要以换 就是说配售的方式 对不对 这样差一半 一半的钱 你怎么自己去想办法 自己去买房子 我想今天造成他们这里的 计价的一个低落 是因为我们为了经济 国家为了经济 而把旁边的土地给了这一些工厂 来盖厂 然后制造了这个污染 我希望我们的市长跟大家能够听进去 那下来我再讲到观光规划方案 就是说既然我们还没有定案的时候要牵村 而且这个牵村的步伐可能 未来不晓得多久 我刚讲了10年20年不知道 我现在有一个观光的一个规划 我可以提出来 那希望我们市长 大家可以来往这个方面来考量 就是说我们原来要盖这个游亭专区的地方 我们是不是希望希望我们的市长很有魄力的跟我们的南子都会公园一样 在垃圾里头我们把它开辟成为一大片的一个森林公园 给男子的这些百姓来用 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同样的 我想这个游亭专区是在这附近而已 可能是在这里隔壁这里而已 那我们是不是就说把它开辟成为公园 那大家都知道了 让这些公园的树长大以后 能够净化我们所有这边的一个空气污染 能够降低它的污染 为这些百姓能够来制造一些的生机 有好的空气 他们要不生病才能够长寿 所以在这里跟市长这样说 那也希望就是说 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一艘船 就是现在目前是一个蓝色公路 它现在跑小琉球 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把这里 能够统筹起来 能够让这一些船 能够走柏尔 走那个小琉球 走那个大鹏湾 那还有我们也想到 这边是很多的朋友在讲 就是这一些大林浦这一些乡亲 他们说这里我们也可以像东京的竹地一样 对不对 因为它这里也是遗传 进出这也海壁嘛 所以也当成竹地一样 有一个商场 然后可以吃山西米啊 吃海鲜啊 就整合起来成为一个光光的一个圣地 那我们的森林公园起来以后 我们也可以像台东的这个琵琶湖 这边能够包括这个海边啊 可以有一条非常漂亮 非常长的这个海岸边 来开辟自行车道 我想我们高雄市啊 这个建设这个自行车道 也已经到了我想将近一千公里了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 那配合我刚刚讲的这一些建设 如果这一边有 你看这个是 好 这边就是那个台东的一个自行车道 非常的漂亮 非常漂亮 所以很多人都来这里 骑车 骑车 那来这里吃山西米 我们这个是竹地的地方 我相信我们如果去东京 这边啦 那早起来大家就都想说 哦我们来那吃山西米 来那吃海鲜 那我们前阵里面也有山西米 那我想小港也可以做 也可以做 那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 周边的一个产业啊 这样结合起来 我想是一个对小港区来讲 对大林埔这边来讲 它可以有一个生存的 跟过去一样热闹的地方 可以有产业进来 他们也可以有生意可以做 那有就让我们的这个大林埔 能够我刚讲的小琉球 大彭湾波二 能够有固定的船 帮 我这的话 现在这一艘它只跑那个小琉球 而且只是礼拜六礼拜天而已 这个是应该是外包出去的 可能是业者来的 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有助于帮忙我们这一些地方 我想 市长 你是一直我们所了解的 非常的讲这个人权的 那我们高雄市也是渔居的一个城市 那我想是不是也制造 我们目前还没有牵村的这个大林埔 这一带六个里里面 也让他们在那里是一个渔居的一个家园 好 下来 我要当市长或者是我们的地震局的局长 要讨论我们凯旋四路 因为有轻轨以后 我们那边是一个都工人经贸园区的 为了这个经贸园区 我们现在正加速的在开花 当然有助于前镇地区 以及亚洲新湾区的一个发展 但是啊 因为这里是轻轨经过 为了轻轨 而把这个旧的凯旋四路啊 收小范围 就让马路收小了 它的宽度减少了 所以现在啊 造成就是说 汽车跟机车啊 同道 那尤其这个地方是非常的短 中华路 转凯旋四路 振兴路 转这个凯旋路 都是非常多的人 都是非常多的人 尤其孟时代在这个地方 所以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啦 那容易造成交通的一个危险 那我希望 那我希望 我们凯旋四路这一边 跟旁边 那个 劳动署啊 副署 副署的管 那边喔 的一个马路是不相同的一个宽度 能够能够顺街啦 就是说 那的人行道啦 跟那个 历带那个地方 我们可以 在 重化的时候 把这个土地啊 弄到这里来 当为 我们的 呃 乞得 啊 一直到喔 振兴路 兼跪 凯旋四路喔 我们改为十字路 在地里 在地里 然後 这样子喔 能够 疏解当地的交通的瓶颈啦 请问喔 地震局 喔 有没有什么交通改善的方法 同好不要再跟我说那句啦 喔 这在兼顾开发实陈跟交通安全的前提下 能做到本席所建议的交通安全的一个措施喔 等一下我想 呃 市长如果要答复的话可以 或者是我们地震局的局长喔 你来答复喔 喔 这个我讲的就是 市长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这一条路比较宽耶 喔 这一条路比较窄 所以这喔 都一条路做两个本来是好好的地方 啊 为到这个捷印喔 这楼中啊 都那个 所以喔 很危险喔 喔 这中华路 这振兴路喔 我们希望说 这一条路 能够透宽 然后 这个振兴路 能够往前 呃 我们开辟 就是说 可以有路 来疏解 振兴路 要进到中华路 或者 进到孟时代 能够是往这边的 齁 这个 呃 提议 请 呃 我们的地震局或市长 您能够同意 齁 就这样子啦 就是我们这边喔 这 该它透宽啦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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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避雷針 那也建議那邊沒有水 那我們的水深 你看我們這個地方 是一個那麼大的 114公頃的一個自然生態園區 我們有你看水深跟網室的植物 分了66區 有豐禽的狗樹 網園 乙林 冰海 水深以及網室的植物 還有教育接收中心 那水深植物幾乎沒有水 所以沒有水深的一個植物 所以建議蠻多的 包括在這個乙林 冰海的地方 是不是種哪一些樹 會更符合我們給它的一個 位置的一個名稱 但是到現在我不曉得幾年了 不知道幾年了 我記得我那個時候也跟文化局 新聞局講 因為我們想要這邊帶動觀光 請他們能夠做廣告 也請那個觀光局 來做規劃一天有 或者是兩天有的一個路程 讓大家能夠去這個地方 我記得很清楚 這個地方是我們市長 非常得意的一個政績 工程開闢好的時候 市場非常的高興 他給了大平鼎這邊的百姓 一個禮物 就是這個植物園區 可是 我告訴市長 你花了一億兩千萬 一億我問了好像一億兩千萬 一億兩千萬 台幣的這個植物園區 現在只剩下什麼功能 市長 也許你們不知道 只剩下這邊百姓 早上跟晚上在這裡運動 其他你的教育 保育也沒有 保育做得怎麼樣 那教育沒有人 沒有任何一個老師 帶著學生去那裡做解說 讓他知道 讓小朋友知道 說那個是什麼 那個是什麼 沒有 好 觀光 更沒有半個人去觀光過 所以啊 剛剛我們的許醫員在生氣 我講真的啦 我比較理性 但理性不代表 你們我講的建議 我講的話 你們可以不聽啊 我希望我是理性的 我也希望大家能夠 聽進去 我覺得有理的 你們應該要去做 沒有理的沒辦法 但是如果講的是對的 我希望大家能夠配合去做啦 去做 那 等於就是說 在這裡 完全沒有觀光的一個 完全沒有人啊 做沒菜 一張開一張兩千萬就對了 所以在這裡 再把我們的交通 那個觀光局 跟那個文化局 跟新聞局 再一次的 肯托啦 肯托 我還記得 我那個時候 也建議 能夠有一個福德園 可是沒有被接受 沒有被接受 那好 因為一直都沒有人去這個地方 那里長告訴我 說 現在 呃 颱風過後啊 欸我們的養工處 有去做整理 但是 但是 他說裡面的那個湖啊 那個 那個 嘴巴啊 嘴巴啊 倒得很髒很亂 說沒有辦法整理 我不知道 呃 養工處的趙局長 呃 是不是去一趟喔 看看 怎麼來幫忙啦 齁 整理 整理一下啦 齁 讓這個地方真的不要辜負我們 市長的一番苦心啦 齁 那所以啊 這裡的百姓跟我們的 呃 我們的理長啊 就去找人來齁 你看 他們有個心 做一本這個 呃 熱帶植物園區喔 生態展覽館 休閒觀光教育跟科研 已經做了齁 所以我是稍微提出來而已 他找了這個福建陽中基地齁 他在福建這個地方啊 建立了200亩的試驗田 智能化溫室啦 國家實用菌品種改良中心等等 的內容 帶動當地的發展 那 呃 呃 呃 非常希望我們的市政府 能不能也仿造 來我們這個植物園區啊 齁 齁 來在新建 能夠讓這個地方活露起來 那他有三個館齁 齁 他有這個 呃 這個 胡蕾館啦齁 有胡蕾館 還有那個 呃 這個 胡蕾館 蘭花館 還有一個蔬菜的齁 農業的 呃 它有這三個主題館 非常的有意思 如果你在看內容看了以後 這農業它有蔬菜 它有那個不化有什麼 那累積起來 那蘭花館 所有的蘭花很多的蘭花 它就一個館 就是這一個館 以及蝴蝶館 那蝴蝶館 我又聽里長在講 它可以把蝴蝶給它冷凍 給它冬眠 然後讓蝴蝶館去的時候 一直賣五十塊 我講應該是人民幣 它說一隻五十塊 然後放在手心裡頭 它慢慢的受到這個溫度 它會活起來 它會灰 用這樣子去做一個噱頭 然後增加他們的觀光人數 所以是不是建議我們市政府 能夠把大平鼎 這個熱帶植物園區 打造成為有農業 具有農業科技館 蘭花花會主題館 以及蝴蝶主題館的建築 帶動大平鼎發展觀光 生態教學 以及物種的保育 讓我們真正的小港 有一處 包括我剛剛講的 大家臨浦那邊 真的能夠有觀光的價值 能夠帶動觀光 然後帶動小港地區的一個環容 或者的話 現在目前就只有文化園區 紅毛港文化園區 那去的人也不多 也不多 那好下來我再提到 我們民政局希望能夠鼓勵區公所 召開里長的業務匯報 因為有好多的里長在講 過去我們是定期的 在推動這個里長業務報告 那現在改為不定期 那一不定期以後 就有些區 就已經不辦了 那不辦了 像我們小港他們會辦 我都會去 所以我們很了解 里跟這個區長這邊 能夠做很多的一個溝通 然後讓這些需求 建設也好 緩應里裡面的問題也好 能夠讓區長知道 讓很多的局處都了解 能夠來幫忙他們 我想一個里長啊 他是市政府跟區公所行政體系中 相當重要的一環 也是協助我們市府各機關 在第一線和里長溝通 協調的重要的一個管道 所以應該要鼓勵 鼓勵民政局局長 能夠鼓勵這些區長 來召開這個 里業務匯報 我們來看金湖路的偷版車 不曉得有沒有時間 能不能幫我 我想我在幾年前也針對這一條路的恐怖 常常發生車禍 我也諮詢過 但是我等一下問交通局長 這個紅線什麼時候畫的 我喊的半死都沒有動作 現在竟然有動作了 我11月中旬 我的朋友告訴我 他公司有三個 有三個 我的LINE裡頭也有鄉親給我說 在這個十字路口 就是說在這裡就對了 金湖路跟草芽路 這個三個 三個靠這個地方 他說 庭班車都撞到的 撞到的說現象環生 可以說很恐怖的 他如果去車尾車來 都不知道要怎麼塞就對了 非常非常的危險 可是你們畫紅線以後 我們去看 尤其現在這個 這個 新生路啊 在做那個高架橋 所以很多的偷板車又從這裡 所以這裡啊 噪音大 附近的八線都要叫 然後 停在這邊等要裝貨的這些偷板車 同樣的還是站在這裡 還是站著這個位置 在 在往西的方向這個 這個地方 停 停啊 所以這個地方 是不是 等一下我請交通局跟警察局 看到底要怎麼做 才能夠 才能夠 讓這個 金湖路啊 能夠更安全一點 能夠更安全一點 所以 否則的話還是一樣的 非常的危險 好 現在我們要看 中安路跟 鞭海二路三路 這個 來我們的要育議員 他在前天還要提出來 結果他又 又來不及 因為他的時間有限 所以他特別叫我 他今天在那裡看 看我怎麼質詢 他說真的是太危險了 那以停那天公務委員會的質詢 他也提出來 我們有共同的一個 抗法 那你看一下 這個是中安路 我在很快的 這樣走過去 中安路 差喔 比 沿海路更差啦 那個道路 大鱗隔在那裡 我們 而且 很多人是從 北的地區來 那中安路等於是一個 高雄市的一個門面 那把它弄成這樣子 這個是 沿海路了 我想 質詢完以後 是不是 是不是 局長 或者是 你們的幹部 是不是要去走一下 看這兩條路的 一個程度 我記得 我跟我們的處長 去到北區 在做 考察的時候 處長 你也很清楚 這邊的路 真的很差 那我希望多邊一點 經費 能夠來處理這裡的一個 請市長回答 請市長回答 那我想第一個 有關於地價稅的部分 前果一致 高雄大概六都中第四年 我說過 一般的住屋 一般人大 到今年 多314塊 一般人的 一般的用地 多1千塊 94塊 但是有 你說的 多3倍 5倍 那就是說 經過土地 中的 都市 過了 旁邊 這個土地 市政府 都會很大的市政建設 那個土地都上漲 這個部分 是漲得比較多 我們當時也是認為說 有些人過去都我自己的住宅 一般住宅用戶 我們都不會去定義說 那是一般的住宅 所以說那時候 大家就允許 我們的市民趕快去改 說這個房子 雖然我住在這裡 這個房子 市區很高 不過我就 我自己的住宅 所以這個部分 就會用一般的住宅 少數的部分 因為市政府投入很多的公共建設 但是有的人會說 我就 就土地 我就全土地 我沒有現金 這也會允許可以分期付款 可以分期延期 我覺得議員 剛才爭議員說 有的有散鄉 散鄉的人不可能 散鄉 散鄉弱勢富 弱勢富 農地 弱勢富 或是說 有這種特殊的個案 那我想爭議員可以交給我們 到底他的狀況怎麼樣 那我會要求我們的財政單位 應該給予協助 所以我想今天高雄市的這個 地價稅的漲幅 當然全台灣各地都這樣漲 我們不是沒有表達意見 不過中央在整個過去 前馬總統政府的時代 104年 因為3年調整一次 他就要求全台灣 所有的管理政府 一定要調地價稅 因為地價很多土地都漲起來 如果你不調漲到一定的幅度 那中央統籌分配款 一般補助款 專案補助款 會從這個中間扣除 就說你自己不調 這個後來中央補助就比較少 所以詳細的情況 我會再跟應該 我們會弱勢付我們盡量 你把個案讓我們知道 我會盡量要求財政共要幫忙 剛才我們曾醫院很關心 這個大拿捕遷村的問題 大拿捕的遷村 我相信 因為我們很多大拿捕的鄉親 一定覺得800幾個園檔 對到這裡 開始不稍微合大 不稍微合大 我們如果說遷村 大家有共識 一定要比現在的國比較好 也才需要遷村 比現在整個大的環境 這個品質或是條件 都比現在比較不好 怎麼就遷村 這樣就是經濟做 所以我想就是說 我們現在馬上要啟動 家家夫婦的普查 那中央的幕僚單位 跟高雄市政府的幕僚單位 應該要提出說 我們遷村大概有什麼樣的條件 什麼樣的方案 這樣所有大拿捕的方針 說我要遷村 還是我們是異地異地 一邊換一邊 或是說你們要先氣候頂頂 我是覺得應該要幾個方案 讓大拿捕的鄉親 可以有一個更明確的了解 這樣他也才可以來決定說 我現在要簽還是不簽 這應該在農歷過年之後 我相信他們整個要做普查普查 我覺得應該都要把這些部分都拿出來 我覺得絕對大拿捕的遷村 如果沒有生意 我覺得臨村議長 可能為止 慢慢說一個議長 來到一個受污染那麼嚴重的地方 很透明公開 跟我們的市民朋友 大家交通 聽他們的心聲 但是臨村議長也是有特別提起 說如果要不簽村議長 我們環保署和地方政府 要當作合作 來漸漸改善它 所有有污染的問題 所以我也有跟 環保署書長 有來跟我們大拿捕 我因為總之事不能去 但是我也有跟副比書長 說要跟環保署的書長 我也有跟我們的幹部 有跟我們交代 我覺得議長這樣說 我覺得是污染最嚴重的地方 我們應該要支持更多 所以市政府的環境 包括道路 我覺得市政府可以做 我們一定要盡力做 讓大拿捕的鄉親 覺得雖然我還不簽村 但是我大的環境很舒適 清潔 我覺得這是我們應該可以做 對於中林路 台東跟他還不處理好 我也很不滿 我覺得我們要求 我跟副副市長說 要跟中央經濟部 我覺得台東跟我們大拿捕 為他要出來一條路 整年 跟他還不處理好 我會覺得 我們非常不能同意認同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在宴會 我一定會再一次跟院長 表達高雄市政府 代表大林埔的鄉親 表達我們很多的不滿 至於我想 曾一眼提到振興路 墮路這個部分 我希望我們的交通局 基於專業來跟地震局 既然那個地方 是一個土地的重劃 未來整體的規劃上 絕對要比現在更好 比現在更安全 我覺得這個你們在專業上 才是實際的評估 但另外我也要跟曾岩提到 大林大賣燈熱帶植物園區 那是我講過 一百十四公圈 到目前為止 第一個 我要求我們的教育局 學校對於熱帶植物的 副校外教學 大林埔的所有熱帶大賣燈熱帶植物園區 應該作為我們所有學生 戶外教學最好的地點 那我會覺得 我也要求我們的農業局 應該來跟我們合作 農業局也跟我們的農委會 說我們大賣燈熱帶植物園區 一百十四公圈 我們要還有什麼可以做 我們裡面應該讓什麼可以 對於保育對於農業熱帶植物 還有哪些我們可以增加 我們我想農委會的主委 我覺得請求他們在這個部分 來支持一百十四公頃 也是不簡單 所以我會覺得 我們一定要珍惜這個地方 另外我想有關於金福路的部分 那個賀成蛋部長 包括我們的交通局局長 那一天部長也親自到我們的金福路 就說拖班車這麼多 這是很危險 那我們高雄市政府 我們痛施我們的同仁 我們的主計處 我們的會計主任 跟他的孩子 我都親自去挑釁他們 我也覺得很不甘 很緊張 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中央政府 跟地方政府 我們要求所有的拖班車 一定要有行車輔助 裝著行車輔助這個系統 讓他說我們的手機看得到 不會有視線的死角 那對我們的這些行路人用路人 就是一個安全的保障 現在中央政府全力支持 要求未來大型的車輛 一定要裝設 那另外我想曾醫院提到很多道路的部分 尤其是我們大部 在我們修工地區 因為有很多重型車 這樣拖班車 所以說道路的品質都不好 這個我覺得我們都應該要來改善 那我會覺得我們會盡我們最大的努力 來把我們應該市民路品的部分 我們努力來做 跟議員說感謝感謝你 對市政府很多局處 我們大家都對真言 很尊重 不然絕對你拿出很多議題 不是說大聲就有效 不然這樣 我想曾醫院很多 我們都非常的尊重 我們會努力來做 謝謝 謝謝上午的議程到此結束 下午三點繼續開會